百年时尚新千年翡翠琴 买A货翡翠将微信 11776270 计赏期内免费退换 让您花最少的钱带最好的翡翠 2001年10月14日 张学良的百岁寿担上来了一个人 他走到张学良身边向他问好 张学良却睁睁地看着他 机械地说了一句你好后 就长久地沉默了 其实这并不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早在1999年6月6日 这个人就专程前去拜访张学良 那一次见面 张学良也同样态度冷淡 这大概是因为 拜访他的人是杨虎城的孙子杨汉 又或许张学良的思绪 早就回到了1936年 那场震惊中外的兵舰 1936年12月12日 面对着日本全面清华的意图日益明显 张学良和杨虎城终于发起西安事变 以武力逼迫蒋介石联共抗日 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型的建立 但事后张学良被软禁半个世纪之久 而杨虎城更在1949年被秘密杀害 有关于西安事变的发生 张学良曾发表过一些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自己在这件事中没有私心 并有负私的觉悟 且他和蒋之间的冲突只有一点 先攘外还是先安内 这样看来 在张学良心里 似乎觉得杨虎城动机不纯 还激化了他和蒋的矛盾 此外 张学良还表达过对杨虎城被害的惋惜 以及西安事变 他受杨虎城影响较大的意思 有了以上这些想法 张学良见到杨翰的沉默 就不言自明了 或许面对杨虎城的后人 他的内心也纠结复杂 半生软禁生涯 让他对杨虎城有一些怨气 但杨家家破人亡的结局 又让他愧疚不已吧 革命烈士江姐被杀害前 曾将自己唯一儿子彭云托付给表弟 希望他以后能报效祖国 长大获得彭云成绩优异 被公派着美国留学 然而伺候的他却再未回国 而是在美国当中深教授 当媒体问起此事 他的回答惹人争议